他这件盘子 休息的厚度要达到700多道 多少 700多道 700多道 对 好家伙 我今天带来的是 我父亲的三毛漫画系列作品 上海晨暴富刊 一炮打抢 这个形象就立足了 大鼻子是怎么做的 泡泡糖做的 这幅画是乾隆野间 素质知道不知道的 国宝籍的藏品 不容错过的精彩 近在我有船家宝 故事里的家风家训 宝物中的文化传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新一期的 我有船家宝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船家宝吃饱人 掌声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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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带着白手套 能握吗 来来来 好 一水都红啊 喜气 来来来 请坐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李志刚 是这个非物质工化遗产 雕漆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来来 我们欢迎李先生 那您今天带来的这些 全是雕漆了 都是雕漆 但是我这大眼一看 好喜庆啊 这扑面而来 全是中国红啊 对啊 这个红色呢 是我们中国人 最喜欢的颜色 而且这个红色呢 也代表了一种 吉祥的颜色 也是一种喜庆的颜色 没错 您说的很对 其实在民间 你像我们老百姓 过年过节 贴个窗花什么的 是是是 然后结婚 新娘子都得 穿的这个大红 对 也表示一种喜庆 吉祥 对 您跟我们讲讲 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 不一定特别了解啊 这个什么叫雕漆 雕漆呢 它就是采用这个天然大漆 在这个成型的器皿上 这等于有一个胚子 有一个胚子 它有可能是木材的 有可能是铜钛的 因为雕漆的 铜的也可以上吗 铜钛也可以 我们这盘子 我们这捧盒 这都是铜钛的 看看 那个清代的 那个盒子 那是木材的 它要在这一个成型的器皿上 层层的刷漆 层层刷漆 雕漆嘛 雕漆嘛 它是雕的是这个漆 要把漆一层一绳的刷到一定厚度 在这个厚度上 我们在雕刻文样 所以叫雕漆 明白了 来来来 迫不及待了 您挨个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您今天带来的这几件传家宝吧 今天我带来的这几件传家宝呢 不是我个人的传家宝 它是我们整个工美行业的传家宝 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国宝 这件呢 是清代的万福锦盒 这个呢 现在藏于这个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 厉害 对 清代的 清代的 这件是这个当代的工艺美术大师 杜炳辰先生的 雕漆镂空花篮盘 然后剩下这两件呢 这两件呢 这个盘子呢 叫思路绽放 是一个雕漆赏盘 那个盒子呢 是合合之美 一个套装捧合 合合之美 这两件作者是谁 这个呢 其实呢 是集合了我们行业里的这个设计团队 和这个制作团队 共同完成的这么一件作品 雕漆的部分呢 是我来 我来负责制作 就是一个集体劳动的这个结晶 对 但是标期最高难度的那块 对 您做的 是我来负责 我把那扇盘给人拿过来 好好好 这我不敢上手 只能您上手 这样就行 这个要拿吗 这不用了 这不用了 好 特别棒 但是这四件 但好像每一件好像都不太一样 风格上 是 您看这个清代的万福品盒呢 它是就是 完全按照这个传统功力制作完成 体现的是一种清代的雕刻风格 清代什么叫什么风格 现在要总结的话 一个是这个上边的修漆 它并不是那么厚 不厚 不是特别厚 它可能有五毫米 五毫米厚的漆 然后雕刻的呢 比较细腻 你看它那些刀棱啊 非常的明显 花纹啊什么的 对 雕刻的刀棱非常明显 这是它清代的一种风格 那咱下一件呢 这个 第二件呢是七十年代 修漆就可能占用得一年多的时间 光修漆 光修漆 光把这漆达到一定厚度 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它在技法上几乎是圆雕了 它立体感非常强 对 就是这种所谓我们说三D感特别强 对 立体感特别强 所以这个是它的当时的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作 你看这特写 这细节 对 而且它底下你看都给它搂到底 它搂空嘛 它连底下都给掏出来 底下的漆都给掏出来 所以在制作难度上是非常大的 这个现在也藏于这个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 那么这两件呢 一个清代 距今有二百多年前的 再一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 是吧 这两件呢 现在呢 是存在我们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 特别是杜炳城老艺人 这个镂空的这个花篮盘 这是特意为我们今天录制《我有传家宝》 对 请出来的 对 它是 现在是一级文物 一级文物 定为一级文物 是我们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幸亏我刚才没敢上手 经常上书 上过邮票吧 封面 封面 这是我们很难得 就出了博物馆大家看到的 有眼福 不行 机会难得 我得瞅一眼 同时我们也 请我们几位专家来鉴试一下 看这个特写 这细节 立体感特别强 好家伙 这是个假的 这个能开开 到这儿呢 又开不开了 对 故宫有一个 故宫有 故宫 这里还有一个暗盒 还有一个暗盒 你以为就在上头了 底下还有一个 端起来 还有一个 这是草 草东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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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一般的 看这儿有 你不会想着说 你看以为笔下一整体一座嘛 对 对 有情趣 有情趣 太神奇了 好 谢谢 来 谢谢 来 李先生继续坐 这个雕七小盒 为什么叫万字盒呢 你看 如果从四个方向 把四个小抽屉拉开以后 从上边俯看 正好是个佛教的万字 这个盒顶上呢 又叼着兽陶和蝙蝠 比喻着万福万寿 寓意是非常吉祥的 这个万字盒 我们故宫书画库里就有 乾隆爷在里头藏些小东西 这个叫消息 消息就是机关 就是机关 你看这个看着是八个抽屉 实际是四个 完了里头还有一个暗仓 里头还有一个暗仓 这个特别好玩 那么这件东西 它是暗头陈设器 就不像现在大家说的是手 是不完全是这样 它是清代中期的一件器物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七七呢 我们最早发现在 和蝙蝠度文化当中 真正的雕七呢 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是从长代才开始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的雕七很浅 一共它不超过五十道七 跟李大师说的 好几百道七 那么是差距很大很大的 但是说我们是由那个 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明代的雕七 已经一百多层了 那么一层一层干了以后 再一层层干 所以作为一个雕七 是很费劲的 那么我们说清代的雕七 它在图案上比较繁复了 清代的雕刻呢 它的刀锋是直的 我们看它是直地快刀 就是说我们一个时代 是一个时代的特点 那么我们说了 杜大师为什么做得好呢 他继承了清代特点 但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说高幅雕 这种高幅雕 在漆街上做的是很难的 因为它是软的 我如何能够让它的花纹 立起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我们工艺的不断地发展 我特别同意 这个张老师讲的这个 我特别讲一下这个 我们七十年代 杜炳城老一人这个盘子 您就想想这个高幅雕 很多的镂空 它那个工具怎么下 它更难 对 据说杜老先生啊 就研究这个工艺 研究了二十年时间 你看到最后 七十年代做出来了 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开始 在这之间失败了 不知道多少回 不知道多少回 在研究它 从工具上研究 从技法上研究 上漆 上到多少高度 中间这个高度最高 大概要三公分还要多 所以就要700 将近700道的这个漆 那么什么时候 时机去刻它 时间长了 刻不动了 时间短了 太软 立不住 您看它那个菊花瓣 你看它菊花那么薄 要立起来 所以还有掌握这个时机 那么这些东西 都需要去创新 都要研究 所以随着时代的变迁 随着技术进步 我们工艺美术的 很多技艺都在发展中 好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精彩的点评 您看这个锦文 这上的锦文 它是由 我刚刚的小三角来组成的 这一个小三角 就要六刀来完成 割我大概60刀 不 那您就克辣了 请继续收看 我有传家宝 好 我们看看您的这两件作品 刚才您说杜大师的那个 得700多道 700多道 您这个呢 我们这个呢 修期是6毫米 20多道 11毫米 我们这修了120多道期 也得100多道 而且您看这上的锦文 它是由若干的小三角来组成的 组成的一个花的一个图案 这一个小三角就要六刀来完成 六刀 六刀才能完成一个三角 我们这一圈 割我大概60刀 不 那您就克辣了 对 这不能辣 而且必须一刀到位 这锦文必须得一刀到位 准准的 准准的 而且它是有角度 必须得一刀到位 你还不能掉丝 一丝都不能掉 掉了呢 你掉了就是瑕疵 就是一个产品 而且因为它这盘子的进身比较大 我们在这刻这个锦文的难度上 就增加了很大 因为它这个弧度大 你这边下刀 你根本就下不去 对 那个工具 工具放不去 工具 你看这边挡着呢 它是有角度的 对 你工具就进不去 所以制作这个就非常费劲 而且你下刀的时候 你要跟这漆面要保持一定的角度 你这脸横不得都得贴到这盘子上去下刀 它才能找好这个角度 所以这一块它是非常难的 我比划一下 你比如说 如果拿张笔 你比划一下都行 你可能都觉得 我有笔 你拿一笔 就这个吗 对 就这意思 假装我别给你这弄赖了 对 你这边怎么下刀 你下刀 你可能这时候 你看 你过不去 还真是 它这刀子是有角度 还真是 有的时候 我们都得把脸贴在这盘子上正着 不是 那这也得立着 也得立着 就立着这么刻 这么刻 你必须把这个刀的角度 跟踢面的角度要找好 这一共多少个 这一圈呢 大概有不到三千个这种小三角 三千个 您算了 一个三角需要六刀完成 这一圈呢 最少要一万六到一万七刀 七千刀 好家伙 可能一般人想象不到 不就一盘子吗 你们叼巴叼巴就行了 对 还这么复杂 所以它在难度上 在工艺上 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当时是多少个人在做 当时工期非常紧 我们整合了北京的 所有这个雕期的从业人员 本身雕期呢 这个在这个北京的从业人员 就非常少 我们先做的调查是不足一百人 而且呢 平均年龄都得将近六十左右 我在这里都算年轻的 您还属于年轻的 我还属于年轻的 您今年多大 我今年五十二 六五年呢 六五年 比我小两岁 怎么入的这行 我呢 是这个八零年呢 在工艺美校 它有这个雕期专业 然后呢 八三年呢 进入北京市雕期工厂 我进厂以后呢 就拜了文青刚大师 也是中国工艺美容大师 我的岳父呢 也是这个行业里的大师 我觉得岳父呢 当时也是跟这个杜炳辰老先生呢 在一块儿共事 然后他们一块儿 创作的这个木兰从军啊 周克尔大评 就这件 这件作品 哇 这件作品呢 你看着非常的繁荣 而且雕刻的细节 非常的精细 是 包括你看那个 是你先门帘的 门帘的那种褶皱啊 他都给做得非常的清楚 对对对对 就门帘子那个 一褶一褶的 对那些褶皱 它都表现得非常到位 也就是说您一入这行 您就直接得到高人的 亲手指点 是是是 平时呢 我在这个工厂里头 白天呢 跟着师傅去 师傅呢 就教导我 做事要敬畏认真 就是做一件事 你要有专注的这种态度 不能半途而废 回到家里头呢 向我岳父也指点我 分享他们在创作时候的 这个所思所想 所以我从他们身上呢 也看到了这种 追求创新的这种精神 因此呢 就是这个 敬畏认真 追求创新 这就成了我的这个 家训传承 也是我的传家宝 也是您的传家宝 也是我的传家宝 创新方面 比如说拿这个牌 作为例子的话 创新体现在什么地方 这个呢 等于是集中了 雕漆工艺 花丝镶嵌工艺 就还有金属 瓒克工艺 没错 你像这个是吧 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它跟以往的雕漆呢 就难度就一下子增大了很多 包括它这个旁边 这些瓒克的部分 因为在光漆之前 我们要把这些瓒克的部分 我们要给它包好 先包这个 先把这个包好 因为它瓒克的花纹 我不能蹭上漆 我蹭上漆以后 最后它的镀金 它会镀不上的 明白了 您刚才说这两种工艺 把它结合起来 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最大的难度 是它两个工艺之间的 这种配合 它镶嵌的这个 和这一圈的花丝的部分 我要给它预留出来 可预留出来 这个尺寸 我要给掌握好 因为这都是手工的 可能稍微一步留神 它就会有缝隙 所以我们要给它做到 就是怎么能让它恰到好处 它得往上一口 正好严丝合缝 这都得论毫米算吧 论毫米 真是得论毫米 而且它这个漆的时候 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 它还是软的 它干燥以后 它会抽一点 抽一点可能就扣不进去 所以我们事先 还要把这个量算计好 这抽的这个量 抽的这个量也要算好 然后它往里一扣 正合适 所以这个是工艺上 这结合上 这是有一定的难度 这就是需要绝对的精益 一丝不苟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的这种 用态度 对 这太不容易了 来来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李先生 真的不容易 这就是大师 我们知道这个雕器 我们在过去来讲 有木胎的 有铜胎的 各种胎的都有 但是我们仅限于 这个雕器方面 如何跟花丝相片 结合在一起 张度也不一样 那雕的方法也不一样 而且怎么能够做到 严丝合缝 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其实大家看 李大师做这个盘子 有一个坡度 那我们知道 如果做直立的盘子 是很好做的 那么这个撇的这个坡度 如何做出来 而且这个坡度 这个线条都没 是今天我们这个大师 做出最好的一个 这个雕器盘子 它的最大特点 我们其实就想打破 雕器颜色太单一 如果就是一个红色的话 太素 没有变化 对 我们还希望它能体现一种 视觉上的一种冲击力和美 它其实有金属的战克 有浮雕 还有花丝 这样的话表现力丰富了 视觉冲击力有了 也破了一下 我们雕器比较素 就是一个红颜色 其实我跟大家讲 设计的盘子的 这个设计师 三十多岁 三十出头 年轻设计师 后起之秀 后起之秀 太好了 年轻人他其实在设计上 他又想 他不会太拘泥于工艺 到底怎么样 所以你看他这个花口盘 我们传统一般都是直边 斜边 他觉得世界上好看 他加了一个弧度 他不管你好刻不好刻 一下子多出一万六千多刀 他把这个难题 留给大师们去考虑 那么大师们他要创新 他要琢磨他怎么来做 但是大家伙 想方设法来实现这工艺后 突然发现 呈现在我们面前 就是个不一样的一个艺术品了 对吧 这其实就是在 潜移木画中 他在不断地前进 不断地进步 那也许我们现在 敢用这个了 也能实现了 我以后的设计就敢大胆地去用它了 这就是创新 是吧 对 另外就是我们过去的传统的 这个工艺品啊 设计啊 就是一般来说 给你看的这一面 我给你做得非常好 你看不到这一面呢 我可能就忽略掉了 但是我们这个设计 你看我们背面 也很精致 非常精致 是用线刻 藏刻的一个线刻工艺 所以我们当时设计完以后 很多的人讲 哎呦 这个亮出来做一个正面了 背面就这么一眼 很好看的 其实你看它一点都不传统 给人很时尚的感觉 对 所以现代人也能接受它 摆在现代的家庭中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讲创新它才能发展 对 我非常佩服这位 三十多岁的设计师 我也非常佩服您李大师 谢谢 希望您带着您的队伍 好好干 追求创新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把这个咱老祖宗这点玩意儿 好好地把它弄好 把它传承下去 好 谢谢 谢谢金老师 当然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李先生今天带着 这么几件传家宝 特别是有的是非常珍贵的 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开眼界 同时也让我们 打开了一扇了解 我们传统文化 传统工艺的一扇窗 再次感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先通过大屏幕 来看一段视频 来 一起来看 画家 还是栩栩如生啊 我问一下 知道三毛这个漫画形象 是谁创作的吗 被誉为三毛之父的画家的张乐平先生 太棒了 好 谢谢 谢谢 没错 就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一代又一代小朋友的 咱们的这个漫画大师 张乐平先生 那今天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一位传家宝的吃饱人 他是谁呢 他就是张乐平先生的儿子 张卫君 掌声有请 欢迎 欢迎 来 来 请坐 张先生给大家再做一个自我介绍怎么样 我是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的小儿子 我们家七个孩子 我是老七 老七 老七 男孩排行是第四个 那您今天肯定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三毛的传家宝了 是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父亲的三毛漫画系列作品 我看这些全是 对 我们这边现在已经摆好了 待会咱们有时间 慢慢地评 今天我们有两位专家 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先做一个直观的点评吧 二位 提到三毛 您第一想到的是什么 三根毛 三根毛 对 这个是第一肯定想到的 对 然后三毛那个圆圆的脑袋 大鼻头 大鼻头 还有经常笑眯眯的两个眼睛 细细的脖子 一个瘦骨淋寻的一个身体 金老师 上海的城市贫民的孩子 第一个他贫穷 第二个他乐观 第三个善良 善良 别看穷 他活得挺乐 很开心 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 另外呢 他爱小朋友 这个爱小动物 有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城市小孩的形象 就是三五年的时候 我父亲画三毛的时候确定下了 大鼻子 光头三根毛 他所画的漫画里面 有我父亲的影子在里面 有您父亲原型的痕迹 难不成您父亲小名叫三毛 他倒不是叫三毛 但是家里倒是排行老三 以前南方人嘛都是喜欢 大毛 二毛 三毛 四毛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因为我祖父是个教师 小学教师 这是您的祖父 这是我祖父 我祖父的就是收入也不高 我祖母就是很早就去世了 我父亲就是很小的时候 就有种孤独感 他画的三毛里面 有很多是他自己的身世在里面 尤其是三毛流浪记里面 有一段学徒 在印刷厂学徒的那一段 因为他后来到了上海当学徒 曾经就在印刷厂里面 当过练习生 你看这个前三幅看完之后 你觉得好像很正常 第四幅一出来 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学徒是要给人带孩子的 带孩子的 对 他这个后面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就是说他在里面 其实没学到什么 然后带孩子做饭 什么都是他要学徒来做 那时候就是学徒的生活 就是这样的 对对 张乐平先生的画呢 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生活积累特别丰富 他的对生活的感知也特别的敏锐 张乐平先生从十几岁开始 他就对这个中国的各种传统艺术门类 有很深刻的研究和造诣 三毛最早成形是在1935年 这个时候张乐平先生只有25岁 这个在上海晨报复刊 一炮打响 这个形象就立住了 但是呢 没话几年 抗战爆发了 张乐平先生呢 跟叶潜瑜先生一起 就组织了这个 救亡的漫画宣传队 到前线去为抗战服务了 所以这三毛也就停了下来 直到抗战胜利以后 1946年 应申报的邀请 张乐平先生又开始画三毛了 因为他有了一个 抗战时期的这个 跟战争接触的这种生活 所以呢 他就画了一个三毛从军记 三毛从军了 变成一个抗战军人了 那么第二年 1947年 这个因为这个报纸 有了这个漫画以后 卖的很火 大公报 也请张乐平先生 你在我们这儿再开一个专栏 三毛流浪记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是内战时期 民不聊生 老百姓的生活很困苦 所以呢 张乐平先生就采取一个 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 暴露那个时候 老百姓的困苦生活 当然困苦之中 也还有乐观 也还有希望 也还有善良 这就是三毛的一个成型的过程 到了三毛流浪记 出来以后 那么这个张乐平先生 这个漫画大师的地位 已经是不可动摇了 好 谢谢 谢谢金老师 我还真是长知识了 因为我印象里边 最著名的就是三毛流浪记 当然以前也看过三毛从军记 但是这么一听 金老师介绍是 先有的三毛从军记 后有的三毛流浪记 是不是这样带来的 对对对 先有的三毛从军记 您今天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 关于三毛从军记的一些 这个传家宝呢 对 那边两幅就是三毛从军记 这就是三毛从军记 当时我父亲 他采用的一种 黑色幽默的批判的角度 来画了三毛从军记 他这个里面 不是很悲惨的那个战争 他用这种幽默的方式 来表现这个 对 这个跳伞的 这三幅画 刚开始看着这小孩 三毛得意洋洋 从天上呼呼悠悠就下来了 然后再一看 看到什么了 然后再一看 哇 这底下应该是一只狼 一只狼 太黑色幽默了 下面一个就是 他得了一个奖旗 智勇双拳 军官跟他一起合照 记者被他合照 因为三毛那个 他个子矮 就把他举起来 举到后来 丞相是这么一个 只有三个毛 从军记就是一部 抗战的作品 应该算是他抗战的作品 中国的军礼漫画里面 他这部也是比较突出的 而且很有生活 对 他不是说简单的说一个小孩 看到战场什么 你看刚才有几幅画 非常有生活的 而且很有细节 是 就是我父亲 参加抗战宣传队的时候 他就上前线 写生啊 所以他就是对他的那一段经历 他要作为一个描述 所以父亲很喜欢这部作品 你父亲 您刚才说 他个人是更喜欢三毛从军记 您喜欢哪个 我还是喜欢三毛流浪记 流浪记 对 因为他的故事性比较强 这是 这个是三毛流浪记 这是流浪记 这幅画的名字就叫 每一幅都有一个标题是吧 三毛从军记没有 三毛流浪记 他每一幅有个标题 特别是这一幅 这一幅在大公报登出来的时候 就引起很大的反响 第一个他看到小羊 有母亲 看到鸡有母亲 看到小狗都有母亲 那时候就 就把这个画 把他的人物拖出来了 就说他自己没有家 他看到了那个小狗 他就想把抱个小狗 作为自己的亲密的伙伴吧 结果还是让大狗 把这个小狗 小狗要回去了 他只能爬到大树上 看到下面的鸟 都有母亲 所以他就眼泪就 不停地流下来 这一幅画就是 一出来 大家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 流浪儿很多 一出来就是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一个文字介绍都没有 就完全就是整个这个故事 或者这表达的东西就出来了 如果这一幅画 用文字表达的话就比较脱了 就是还不如这样用画面表达 这就是人家说的漫画的魅力 一共是多少幅 差不多 一共是260多幅 就是三毛流浪集发表以后 引起大家的 对流浪儿的同情 宋庆龄先生 他看到了三毛流浪集 非常喜欢 他那个时候也是觉得 就是流浪儿非常多 他就要想 要办一个三毛乐园 这样的一个慈善的机构 然后来收留那些流浪儿童 所以他和我父亲一起联手 在上海南京路的大型公司 就是后来的第一百货公司 一脉 一脉 那这两幅作品就是 这一幅和这一幅 就是当时一脉 我父亲画的几十幅画 一脉 然后把那个三毛流浪集的原作 在大型公司展览 这个队伍从大型公司的五楼展览 观众从上面一直排 排了南京路 怎么知道还绕了一圈 就看着 就出了楼 马路上 马路上 还要拐个弯 拐个弯 就是这些款 愁了以后 办了一个三毛乐园 当时有钱人不算 那黄包车的都充充解囊 就是帮助这些流浪儿童 大鼻子是怎么做的 泡泡糖做的 什么做的 泡泡糖 管他叫张伯伯 他管您叫蒂 蒂有两种解释 请继续收看 我有传家宝 我们今天特别有幸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了 当年三毛扮演者 王龙基先生 让我们掌声有请 王先生您好 您好 我得看看您 我看看您 我看看您 这看着看不出三毛的样子 还是有一点点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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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王先生 好 您坐 您坐 您扮演的三毛太深入人心了 不感难 那就您给我们接接觅吧 当时这个三根毛 这大鼻子 这大鼻子 这大鼻子是怎么做的 泡泡糖做的 什么做的 泡泡糖 泡泡糖 对 泡泡泡糖 我印象太深了 把那个糖去掉以后 然后做胶母 就是每天化妆化个鼻子 就这个照片上 这个大鼻子 就这个大鼻子 这就是用泡泡糖 沾上去的 沾上去的 你多大 我八岁 八岁 是六十八年前了 当时我拍电影的时候 张伯伯他给我同吃同住 这是你们在一块的照片吗 对 我们在现场拍的时候 张伯伯跟我合得赢 我看您刚才还是带了一幅 这个穿家宝 对 一个是这个 张伯伯亲手画的 这个就是有漫画 颜色退得很厉害了 他又画的水彩画 他是很少画的 他这个画了好几年 因为当他手抖 这个就是他给我画的 龙姬弟 什么个意思的 您管他叫张伯伯 张伯伯 他管您叫弟 你俩人有点乱吧 不不不 弟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呢 兄弟的弟 一种解释呢 对自己的 下一半的一种认可和承认 龙姬弟对我是最高的一个 就是奖赏了 所以我是一直把它 珍藏的 那么这幅作为我们家里的 这样就是一个 传家宝 好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徽章 就你现在这个领会上别的这个吗 对对对 你别看这个徽章 1949年 就是那个宋庆龄 宋庆龄的那个 一脉手 那么他呢 就是拍电影上送给我的 这个纪念章啊 非常有意义 它是用铜皮做的 很简单 但是呢 他画了一个三毛 拿了一个话筒 后面一个乐园 因为我父母父亲母亲 都非常喜欢孩子 他并不是一个有钱人 是吧 但是他对钱也不是看得很重 嗯 所以呢 他就是会经常会帮助 需要帮助的那些人 请我们的两位专家 来上场 我们一起来看看 张乐平先生的这些作品 好吗 来 东哥先生 东哥先生的 他插头 功比重彩的 好多人说 呀这个你爸画的 都是有表情 他画的狼 祈求东哥先生 要救他的眼神 眼神啊 边上毛驴的 害怕恐惧的眼神 都画起来了 这个是获奖的那个 这个是获奖的 他获奖几幅作品 这一幅是其中一幅的 棉画 描写当时农村的那些 体的幼儿园 再仔细看看 他也是这些衣文啊 他那个营养关系 也处理得非常好 特别是 这是哪个 画小孩 还是按中国的工笔 工笔画 这是典型的 对 我觉得金先生说的就是 这个张乐平是画小孩 他不光是画三毛 你看这每一个小孩 都特别的那个几十个小孩 对对 传神 状态和都不一样 好 来 谢谢谢谢 谢谢二位 来 二位请坐 张乐平先生呢 他一生在为儿童呐喊 也是一位专门为儿童创作 作品的一位画家 他创作三毛这个代表形象 无论从军记 还有这个流浪记到解放后 还有这个三毛学雷锋等等 这些作品呢 到现在 我们几代人都在看他 而且每次看 大家都会 都会捧腹大笑 所以呢 三毛这个形象呢 它作为一个经典的形象 享誉国内外 这也是我们国家 作为以一个漫画形象 能够传承到现在的 唯一一个 张先生呢 对于国家 对于民族 是无所保留 生前 把他这个最著名的 三毛流浪记的 几百张手稿 完整地捐给中国美术馆 三毛从军记 捐赠给上海美术馆 七位子女 包括咱们在座的张先生 很无私啊 也是几百张 解放以后的画稿 无偿捐给家乡 这真是一种 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 忠厚传家的精神 对 我想呢 可能现在 张乐平先生的话稿 在家里的已经不多了 但是他的这种精神 在家里却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真是见识到了 张乐平先生的与人为善 忠厚传家 心里有家 心里还有国家 再次感谢 二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谢谢大家 来 谢谢 好了 在我们请出下一位传承人之前 我想先来请大家看看 我们现在台上的 这两件宝物 这可以说是国宝级的 像这件豪福 这是哪朝哪代人穿的 有人知道吗 我觉得它应该是宋代的吧 宋代的 对 好 来 它应该是明代的吧 明代的 我认为它应该是清代的吧 清代 好 来 谢谢啊 来 我们再看这件宝物 这幅画 咱猜一下 什么质地 是布座的 布座的 对 这个作品的质地 应该是丝绸的吧 好好好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谢谢 谢谢 这样吧 回答这些问题 最权威的专家 我们今天在这儿 来 让我们掌声 有请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宋锦制造 记忆代表性传承人 钱小平女士 钱女士你好 来 请坐 好 小老师你好 我想现在咱们这样 先回答这个观众的疑惑吧 这是哪朝哪代的呀 这个是北宋的 这是北宋年前 北宋的 是一个新疆阿拉尔的一个车土的 一个北宋的宋锦 它的纹饰呢 带一点唐代的风格 因为唐代的这些团科啊 联组纹啊 这个都是唐代流载下来的 里面是那个灵秀鸟 宋锦的尺地 就是宋锦的尺地 对 宋锦就是当时宋高中南迁呢 就是等于当时也是出于 这个宫廷的需要吧 大量的要装表书画 大量穿的礼服 雇佣了很多 原来是资俗锦的这种工匠来 宋锦在咱们几大民警中间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雅 那么这件衣服 它用这个宋锦的 就织出来的这个 非常的华丽 而且这个品格呢 也是特别的高雅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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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钱老师 然后跟我们说说 这幅句话 什么质地做的 这幅画呢 全部是商产式 真是经购练了以后 各种颜色 都种的彩色丝线 把它一层一层 就是分别 变成这样白质的 所以刚才有的观众说 他觉得可能是不做的 所以肯定不对 不是 全部是商产式 所以是宋锦的图佐 叫宋锦 叫了世界图佐 元界是藏在故宫博物院 是乾隆年间 苏州制造府制造的 那你现在有三百年 三百年 故宫到现在没有 好像这个园界 一直疯涨在 铺房地 没有见过市面 没展过 我们根据故宫 古宫 古宝 一个画插 有一个照片 就根据这个来唱制的 唱制能送紧 故宫博物院里 那个历代的织紧 有很多 这张画呢 叫极乐世界图 这是乾隆人银 他七十大寿 为他祝寿 一幅剧作 底稿是由 宫廷画大师丁关鹏 精心绘画的 是佛教题材的作品 注录在 《密殿株林》这部书里 其中 刻丝的三轴 刺绣的三副 还有一个叫彩枝 实际上就是 我们现在说的枝锦 枝锦 也就是宋锦 我听说您今天还带了一个 国宝级的藏品 还有一个 来 让我们掌声 有请 好 这个是新疆民风 尼亚 以子巴奥姆出土的 一节叫五星戳东方 以中国景 它是一个护宝 护宝 护臂 护臂 这是汉代的 汉京时候的 一节宝卧 这个上面就有 五星戳东方 还真是 以中国八个字 我这个是复制留下来的样品 样品 那真实就是这个 真实就是这个 常在新疆博物馆 1995年 在新疆民风 里亚古遗址里面 出土了 这一个刚才说的 紫锦的户壁 是汉锦 是用五组 不同颜色的色金 执成了极秦瑞术 还有日月流云 再加上了 五星处东方 立中国 八个文字 在史记天官书 和汉书天文字中 都有 如果五颗星 在东方极具 在当时 被认为是 最吉祥的天下 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因为他当时 有些军事行动 所以有这么样一个 天象的 吉祥的一个语 当时 约锋先生 是中日 联合考古队的队长 有 队长 当事人在场 当事人在场 我非常有幸 参加了 尼亚遗址 考古发掘 他的立志 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 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的南园 他属于 和田地区 明峰县 的县 进 管辖之内 那么在 大唐西域剧里面 记载了 西域三十六国 其中有一个 金爵国 这个在 西游记里面呢 也有所记载 对 那么这个尼亚遗址 被考古界定名为什么呢 东方的庞贝城 因为在这个尼亚遗址里面 在 七 乘二十五公里的 范围之内 布满了 各种文物点 有一百多处 在这个图片上看到的是 佛塔 除了佛塔之外 还有佛寺一只 棺树一只 民居的废墟 还有古代的尼亚人 种植的果园 还有葡萄架 还有种植的桑树 什么手工艺作坊 烧桃的桃窑 以及尼亚人 饮水用的蓄水池 当地人叫牢霸 就说那完全是一个国度 或者一个城市的 你说的太对了 那么这次考古发掘 怎么样发现的这个墓地呢 是我们进到这个 佛塔为中心的营地之后 我们有一只 这个小队 坐着沙漠车 在沙漠中行进 有一块遗物 就好像是一个棺木 就说露出了一个角 于是我们考古队 就临时研究决定 对这个棺木 进行抢救性的发掘 通过这个棺木 周围我们做了一个 十乘十的一个探方 结果发现 不仅仅是一个棺木 是八个墓葬 特别是对这个M3 这个墓葬进行清理 这个一起关盖 起到大概 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 从侧面往里面一看 哇 当时我们考古队的 这个队员们都惊呆了 里面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织井 这个织井叫什么呢 王侯和魂千秋万岁 用两幅织井 合成来的一个井被 一个井被 这个井被当时 为什么大家都惊呆了呢 当时刚开棺的时候 那里面的那个颜色 鲜艳之极啊 让你根本不敢相信 这是汉代 给我们留下来的遗物 两千年前的东西 是的 把这个八个棺木 清理清理完了以后 拉回室内进行整理 在室内进行清理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五星 出东方 立中国这个织井 他当时是在什么位置 就在这个古师的左臂上 左臂这个部位 古人呢 在战争的时候呢 除了刀 弓箭 就是长矛 对这个戈尾肘啊 是非常的爱护 那么这件 放在牧主人的左臂上 起到一个象征意义的 这么一个作用 他 支了八个字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代表了我们古人 对天文现象的认识 有看过汉武大帝吧 对 汉武大帝 在西征讨伐巡奴之前 就有一个镜头 他和司马迁 在观像台上 看天象 看天象 最后的落脚点就是 五星连珠 出中国 讨伐匈奴 另外就是 他的这个艺术上 在小小的一块织锦上 除了云文之外 还有四个吉祥物 是吧 这个瑞兽 是代表着辟邪 虎 是代表着王 孔雀 代表着美丽 还有贺 代表着长寿 那么这件文物 当年九五年 就被评为 中国九五 考古十大 发现 2002年 国家文物局 已经把它列为 禁止出境的 六十四件国宝之一 天老师 支这个 很难吗 它要五中金线 我觉得就这么大一块 对 就这么大 它的面都要 200多根的金面 20多根 复杂的这个结构 五中金线 红绿 青白黄 五中颜色 这个五中颜色 要吃成不同的花纹 就让这个字 全部去白色四线 后来我们 根据它的一幕一样 就认这个 当时我跟你 余局长 还有空管长 塞架签合同 我是这个博物馆 这个我们 这机长 这下来的 这个提告 国家文物局 也是为了 保护好这件文物 所以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 由我们苏州博物馆 钱老师那 复制两件 那么这两件呢 一件 放在现在的 国家博物馆 用于成练 一件 放在新疆博物馆 进行成练 那么原件 永久的 保护在 新疆博物馆的 恒文恒时 无光源的 状态下 好 谢谢 谢谢 好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又见到了 几件传家宝 他们是 漫画大师 张乐平 精心创作 不老的 三毛 同样的 我们从 宋景 记忆传人 钱小平 女士身上 看到了 对于我们 民族 传统文化的 一种责任 和担当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了 在 敬畏认真 追求 创新的 这样一种 追求下 我们的 刁妻 传承人 李志刚 三十多年的 坚守 不断地 这个创新 好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